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呢是一个超原射程的一个水枪 是一个喷水枪 然后呢它这个是特别小 大概是由我们一个手掌这么长 然后它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的亮丽 一个橘色一个蓝色也是非常好玩 非常的可爱 可以随身携带 然后也是非常的轻 它是由我们的一个公司生产出来 然后这个公司呢是叫什么Philip 然后可以看到它前面呢是有一个非常细的一个小孔 然后通过这个小孔呢可以设得非常的远 然后也非常的这个水流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大概呢是15厘米长 然后这个前面呢大概直径呢是3.5厘米 然后总的来说呢它这个长度呢 就是我们小朋友呢转的手里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这个射程呢大概是由最远可以达到7米远 然后非常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天气在我们的花园里面去玩 特别适合于我们的小男孩 然后我们等会儿呢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在水里面的一个测试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和展示 然后这个用手呢在这钻的这里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钻的手里呢也是非常的合适 然后这里呢我们是准备了一个水盆 然后我们呢可以在这里呢是用我们的水盆呢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这个是应该怎么一个玩 然后虽然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摄影棚里面呢 是不能给大家测试这个到底能不能射7米远 但是呢是能大概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一个玩法 我们这里呢是要把它用水呢给它吸起来 吸起来之后呢我们的水呢就全部都在我们的橘黄色的这么一个水柱里面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水柱呢 再把它给它推出去 然后我们这个水枪呢就就是这么一个玩法 虽然这里呢是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7米远的展示 但是如果小朋友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告诉我们你对这个感兴趣 然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个视频当中 专门做这么一个这个水枪的这么一个实地的一个展示 比如说我们会到露天的一个场所 然后去测试一下它具体是不是能支出7米远的这么一个水 希望你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下你的留言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这么一个水枪 或者是你对它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任何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水枪呢应该怎么样的玩 或者是你有类似的一个水枪呢都可以 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点赞 如果你喜欢我们视频的话呢 也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实时收看到我们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也就是说写留言 然后给我们点赞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愉快 拜拜